縱容 非種綠營的側翼 任意的放話 夠了沒有 民進黨政府 今天進周開的爆料是說 他們這個周開就寫說 因為現在無法跟外界通訊 所以這個密令傳不出 怎麼看周開也是爆料說 簡連查出審刑機的匯款留效民眾 另外這個周開也爆料說 蔡壁如有提及說 他 我們自己都沒有辦法 跟我們的主席溝通 結果綠媒竟然可以自己去說 連我們都沒有辦法證實的話 偵查不公開 盪然無存 檢查中長 形態超級 問題稅行的那樣 想要問一下國昌委員 怎麼看說今天進周開的爆料 是說在這個柯主席 遭到積壓兩週的時候 就在庭訊時說 一定要此黨主席還點名 說由您來接任 但是因為他們這個周開就寫說 因為現在無法跟外界通訊 所以這個密令傳不出來 那現在還是會以幫柯主席 延長請假為主嗎 以及說在這個周開裡面 也是有認為說 這個李珍秀上週有說 這個柯文哲曾經透露身體有狀況的話 也是說要您來接任 現在就被解讀 是不是這個挺昌派在放消息 那委員怎麼看 謝謝 台灣民眾黨 是一個有制度的政黨 中央委員會昨天的決議 已經在中央黨部 中央委員會的會後記者會 清楚的跟大家表達了 如同主持人林富南跟大家說明的 台灣民眾黨 目前沒有代理黨主席的問題 這個是台灣民眾黨 依照我們黨的制度 跟黨的程序 所做出來的決議 那第二個 至於你剛剛所講的 那個綠營車椅 請容我再強調一次 台灣民眾黨 台灣民眾黨的制度 启榮 這種綠營的車椅 說三道四 台灣民眾黨 台灣民眾黨的制度 启榮這種綠營的車椅 說三道四 介入本黨的事務 退一萬步講 請問檢查總長 邢泰昭 你睡醒了沒有 檢查總長邢泰昭 請問你睡醒了沒有 你在立法院 說違反偵查不公開 讓你痛心疾愁 說要成立專案小組 徹查到底 徹查到今天 我們自己都沒有辦法 跟我們的主席溝通 結果綠媒 竟然可以自己 去說 連我們都沒有辦法證實的話 偵查不公開 荡然無存 邢泰昭你睡醒了沒有 你在立法院的宣誓 已經成為中華民國 法制最大的笑話 繼續縱容 這種綠營的側翼 介入在野黨的事務 不知道事實的基礎在哪裡 任意的放話 夠了沒有 民進黨政府 請容我再強調一次 夠了沒有 民進黨政府 想問一下說 怎麼看周凱也是爆料說 簡連查出審慶金的匯款 留效民眾黨 還有柯文哲政治獻金專戶 其中250萬是疑似用來成立木可公司 這是讓柯文哲的罪嫌可能會多了洗錢 還有侵占公益罪 另外這個周凱也爆料說 蔡壁如有提及說 他是最可以維持柯文哲路線 然後還有意找柯家人來談 似乎有意來接黨主席 也不排除自己來爭取中央委員 謝謝 簡單一句話 這種綠營側翼媒體 所寫的東西 沒有評論的必要